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政經熱點 今天是美國時間2月2號 星期五 今天的主要內容有 人口出生率下降 人口紅利消失的多米諾骨牌正在倒下 各地紛紛出臺紅色獄警 鐵飯碗即將消失 不僅如此 很多城市也將萎縮 四大因素決定城市的未來 2023年 全國地方政府發債規模 創歷史新高 不過九成用來借薪還舊 擊鼓傳花 債留子孫 海味道最壞 面臨多重打擊 香港負資產2.5萬宗 創於19年來新高 1月26日 中共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表態 准許各地自主調控樓市後 各地密集出臺政策 但未能奏效 下面請看 詳細報導 各地紛紛出臺紅色獄警 鐵飯碗即將消失 來源格隆的網絡文章稱 安徽宿縣荷他鄉油鋪小學 這所久經風雨 見證了無數農村孩子成長歷程的小學 因招生不足十人 正式宣告關閉 2023年底 浙江臺州教育部宣布 臨海市的康寧 振華 廣澤 新民 新時代等無所小學 本學期停止辦學 隨後河南交作某小學 廣東惠州某實驗學校 深圳某兩所私立學校倒閉的新聞 相繼在社交平臺上刷屏 導致以上現象的原因其實是公開的秘密 聲援不足 沒有學生了 還需要那麼多老師嗎? 目前哈爾濱和內蒙古部分地區已經開始著手削減教師編制 再比如在福建 浙江等地正計劃實行新的教師參評制度 意味著老師們將成為合同工 前幾天 北京豐台區也提出為了防止教師躺平 正在研究退出機制 對在邊不在港 考核不達標的教師進行辭退或調港處理 時代變了 在中國 職業教師作為鐵飯碗的好日子 可能很快就要到頭了 北京師範大學預測稱 到2035年 全國將有150萬小學教師 37萬初中教師 崗位過剩 中國出生人口從2016年進入下滑拐點 當年出生人口1786萬人 開始平均每年下跌超過100萬人 最近三年加速越來越明顯 2023年估計不到800萬 短短幾年 從報名難變成了招生荒 就連以往一位難求的央企機關幼兒園也不例外 這股浪潮很快就蔓延到小學 同樣的邏輯 小學6年 初中3年 高中3年 大學4年 到2029年 全國初中生開始出現生源明顯不足現象 到2032年 擴散到高中 2035年 擴散到大學招生 然而 2039年 市令人口下降的勢頭 將直接影響全國就業情況 所以北京師範大學的預測並不誇張 反而很保守 最早到2032年 中國從幼兒園 小學 到高中的教師崗位 都將出現全方位大幅度過剩 在這種大背景下 還去考一個隨時可能被裁撤編制的中小學教師 有必要嗎? 目前各地紛紛出臺了紅色預警預案 許多省份高校已經停止師範專業擴招 甚至停招 列的時候可能要到了 隨著人口負增長時代的到來 大部分的城市在未來都會逐漸被淘汰掉 這些城市裡的資產也會變得沒有價值 而最後能留下來的有價值的一批城市 我認為也就30個 而這30個裡頭 又分第一 第二 第三梯隊需要去綜合評定 但可以明確的是 無論你是工作還是買房 都要盡可能地往這30個城市去靠攏 據中原地產研究院的數據總結 去年全年關於房產政策優化的調整 就高達1008次 認房不認貸 雙向解除 限價鬆綁 已舊換新 房貸利率下調 降首付 普宅標準優化 配售型保障房出爐 城中村改造 房票安置 2023年的房地產只會出得更徹底 年底發放的那3500億PSL就是一個信號 更況 今年作為政策拐點的一年 房改3.0的落地且成形只會加速到來 30年河東 30年河西 第二輪房改的紅利期 在2021年徹底結束 而這一年也被稱作房地產的歷史拐點 一拐就拐到了現在 所以3.0時代 我們除了把人往大城市去趕 還需要把貨幣進行大挪移 才能看清城市的未來 怎麼才算是符合和具備發展潛能的城市呢? 有四要素很關鍵 1.人口 2.人均GDP 這是衡量一個城市的富裕程度 3.國家定位 國家定位高 城市的發展起點和天花板才可能會更高 4.上市公司的數量 在這個3.0的時代 未來能成功轉型的 也一定是具備了這四要素的城市 坐等炸彈爆炸 中共地方政府借錢規模創新高 2023年 中共地方政府的借錢發展數據顯示 當年全國發行地方政府債券9萬多億元 地方發債規模創歷史新高 比2022年多了近2012月末 全國地方政府債務餘額407373億元 數據顯示 2023年全國發行地方政府債券93374億元 同比增長約27% 去年地方借錢規模創歷史新高 比2022年多了近2萬億元 隨著地方政府債券 隨著地方政府債務規模快速擴容 債券利息支出逐年攀升 財政部數據顯示 2023年地方政府債券支付利息12288億元 據財新網統計 這一副息規模達2015年以來最高值 較2022年增長9.6% 第一財經報導 去年地方借錢之所以創記錄 主要在於債融資債券規模創新高 一方面 去年地方政府到期債務餘額大 地方財政收支矛盾比較突出 長債更加依賴借薪還救 借薪還救利息必須安排財政預算資金等來償還 對地方政府來說 這部分付息資金就是剛性支出 財政部數據顯示 2023年地方政府債券到期償還本金36658億元 同比增長約32% 其中發行再融資債券償還本金32918億元 佔到期金額的89.8% 同比增長約38% 去年地方靠再融資債券來借薪還救 比重約90% 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數據均為顯性的地方政府債務 不包括地方政府隱性債務 地方隱性債務最突出的兩個問題 一是底數不清 中共各級政府之間也是相互瞞騙 真實數據 隨也說不清 中共當局也知道問題的嚴重 但是中共腐爛透了 早已喪失了改革的能力 只能坐等炸彈爆炸 還未到最壞 面臨多重打擊 港負資產25000宗 創19年新高 香港經濟低迷 連蓬勃報導預計 香港今年將成為全球最糟糕的房地產市場之一 從金管局最新公布的數據可見 樓市的確不容樂觀 香港去年第四季末 負資產住宅 安接貸款宗數 錄得25163宗 較第三季增1.3倍 是2004年第三季以來新高 所涉金額也由593億增至1313億元 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恒週三31日說 對銀行風險管理來說 最重要是拖欠比率沒有上升 去年第四季末拖欠三個月以上負資產比率只有0.03% 因此不擔心樓安風險 中大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教研學人李兆波指出 股市差 樓市也不會好 現在樓市面臨多重打擊 香港經濟全方位面臨壓力 李兆波說 第一個是溪口 另一個是移民潮 還有經濟狀況 如果股市低迷 那些人賺不到錢 創造不到財富 想買樓也買不到 另外 如果覺得經濟前景不明朗 也不會做那麼大的承諾 除了樓市差 金融界也傳出財源消息 上月外電引述消息報導 匯豐大中華區商業銀行部門財源 至少4名駐港銀行家離職 原因是大中華區內併購交易減少 財源的還有美銀 瑞銀及摩通 近日BBC也引述在中資投資銀行任職的員工指出 公司財源潮持續 現在香港通街都是美工作的Bank 錢志健指出 現在香港根本不需要太多金融財俊 錢志健說 資產管理現在新加坡也請人 也有很多在那邊新成立公司 如果你賣光所有東西 最近也走了20多萬人去英國 那個需求我覺得少了 而且會有一些投資銀行做兩件事 要麼融資 要麼交易 但交易量如果說香港股票是一直低 融資也不用做 先前瑞銀發表的全球房地產泡沫指數報告指出 香港一直處於泡沫高危區 房地產泡沫指數達1.24 台灣去年第四季GDP估5.12% 2024前景看好 中華民國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 2023年第四季GDP年增率概估為5.12% 並預估今年GDP將成長3.35% 台灣出口是經濟的主要驅動力 繼去年第三季出口 較上年同季減5.1%之後 第四季出口較上年同季增3.4% 台灣財信傳媒董事長謝金河在臉書發文表示 2023年 台灣出口總額4324.8億美元 這是歷史第三高的出口數字 在美國聯準會升息21碼的衝擊下 台灣交出一張很不錯的成績單 2023年 台灣順差高達805.6億美元 其中對中國順差805.5億美元 創四年新低 台灣對中國出口占比也從最高的43.9%下滑到35.2% 1月份住房銷售急劇萎縮 中共放權就房市效果不彰 中國最大的房地產信息綜合服務商科爾瑞發布的數據顯示 今年1月份 中國房地產百強企業的新房銷售總額為328.3億美元 與去年同期相比大幅下降了34% 創下近年來的最低水平 就在1月26日 中共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表態稱 要充分賦予城市房地產調控自主權 允許各城市因地質疑調整房地產政策 次日1月27日 廣州市政府率先印發了關於進一步 優化該市房地產市場政策措施的通知 宣布在限購區域範圍內 購買建築面積120平方米以上住房的不納入限購範圍 並支持租一買一 賣一買一的行為 同日下午 上海市住房城鄉建設管理委 市房屋管理局宣布 自1月31日起 支持非本市戶籍 單身人士購房 那麼 上述城市大幅放鬆限購政策 是否對銷售帶來了立竿牽影的促進效果呢? 據官媒《中國新聞週刊》報導 廣州宣布新的調控政策後 至今二手房市場表現平靜 掛牌和交易並無明顯變化 新房方面 廣州限購區多家新盤銷售人員均表示 近幾天外地客戶的電話諮詢增多 但成交量效果還看不出來 賀爾瑞廣福區域的調研也顯示 對於限購松綁的新政 目前多個房企展開了針對性宣傳行動 但上週末仍以零星成交為主 均為舊客轉化 對中國城市放寬購房限制的行動 《華爾街日報》2月1日的報導援引凱頭宏觀 中國經濟主管朱利·艾文·斯·執特一份報告中分析稱 當前的刺激措施無法解決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 這些問題將繼續脫離中期經濟增長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的內容是 阿波羅網報導 習近平驚人一幕 大不及 在北京栽培9年 黨委書記當選臺立法院長 綜合報導 中共政治局會議未提三中全會 中南海線內亂 這兩碗毒藥 北京只能二選一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連結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乾淨世界》平臺開了 平臺開了